每次本来应该是和平的示威 结果都变成暴乱 破坏 放火 伤害警察跟老百姓 所以他们已经是达到这个疯狂的地步 法治不单是要有好的法官 要有好的检察官 有违吾正义的律师 还最重要是要提名守法 现在这个疯狂的情况 根本是完全不顾法律 不守法 暴徒说是违法答义 但是法院屡次说没有这个事情 这个违法就是违法 不过修图里面是 有一些是根本是违反法治的原则 比方要求政府把这个定性 不是暴动式 社会运动 这个不是由刑警机关去定的 这个由所有检控的传释在律师 他们因为是暴动的时候 是违法的时候 按照法律去检控 所以他们要求政府去定定性 这个是不对的 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不要检控犯法的人 那今天这个也是违法 所以这个也不能答应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